4月3日上午 台湾花莲发生7.2级大地震 4月23日 花莲再次发生6.3级地震 截止目前 余震已经高达千次 很多人对台湾地震表示震惊 不过早在今年元月 就有人曾经准确预言了 台湾将在丁某3月 即3月5日至4月4日之前发生大地震 尽管他在预言的时候说 他并不希望这个预言成真 但恐怖的是 他根据八字推算 台湾既花莲强震后 还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时间点就在今年的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那么 这会是真的吗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首先我要代表我们的团队 感谢所有在4月份给我们频道赞助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你们的爱和支持 让我们更有信心的继续往下走 前两天 有一位观众朋友告诉我说 我们的频道和其他的同类频道 最根本的不同就是 我们分享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故事 而是超自然现象背后的所以然 而且通俗易懂 有保存和分享的价值 说心里话 听到观众这样的知音般的理解 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分享的内容 大多基于我本人的多年研究分析 但是 大家也会发现 在同类话题的频道中 因为我们恪守良心 讲了真话 不符合大数据的算法 我们频道的流量一直是被压制着的 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存 所以 观众朋友们的资助 真的就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础了 哪怕您只是购买我们推荐的广告产品 也是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全身心的投入研究 根本就无法提供真实的资讯给大家 所以 再次感谢所有给予我们赞助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衷心的感谢大家 也请大家继续一键三连 多多点赞订阅和转发 这样 有管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推荐 增加流量 实际上 用佛教的话说 您在让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我们的节目时候 其实就是在法不失 是在积德行善 如果您无法提供赞助 就请帮忙多多分享转发吧 帮助我们冲破20万订阅大关 李明在这里就代表团队 先谢过大家了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今年的1月初 精准预言在丁某3月 即3月5日至4月4日之前 将会有大地震发生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马来西亚的预言家 拿都郑伯健 尽管他没有具体预言到发生大地震的地区或国家 今年的1月初 拿都郑伯健在他的视频中提到过 在第某月 就是从3月5日到4月4日之前 将会发生大地震 2月24日 他又在台北举办了一个预测会 也说过 台湾的地震能量很大 提醒台湾 这几年要特别留意大地震的能量 当然了 拿都郑伯健也告诉大家 他真的不希望地震会发生 只是他确实是从2024年的流年八字中 反复重叠地看到了这个迹象 让这个点显现了出来 成为他的预测判断点 他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世人的目的也只是想让大家警惕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 拿都郑伯健看到的2024年的流年八字 到底是哪里透露了地震这样的天机的呢 拿都郑伯健是从历史性的大地震的八字里面 比照2024年的流年八字判断出来的 今年大地震的能量特别的强 那么 这次发生大地震的八字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 从八字里面来看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通常都是木的能量很强的时候 也就是木刻土的能量很强 木刻土就会造成土地被翻开 地牛就会翻身 就会发生大地震 那么从天干地支来看 下面的四个地支 其中的银 某 臣 这三个地支合起来 就是最强的木的能量 从五行的属性来看 臣位为土 今年是甲臣龙年 就是木龙之年 甲木制土将土翻开 形成了大木的能量 再来看上面的四个天干 尤其是丁和人 丁人也合木 这边有两个丁去合这个人 就形成了很大的木的能量 也就是说 2024年的流年八字里 无论是天干还是地支 都呈现出非常非常大的木的能量 这就是拿督郑伯健所看到的预测判断点 当然了 他也有从易经和奇门顿甲等算法中 发现了同样的能量的显现 才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不过最关键的是 拿督郑伯健在4月3日台湾大地震以后 又预言说 接下来台湾还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时间期间就在2024年的年底 12月6日到明年的年初 2025年的1月5日之前 造成地震的原因是年尾紫月的能量 他就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在这次的预测中 拿督郑伯健提到 台湾宜兰的著名景点龟山岛 它的龟首断裂了 因为这一点 他认为 这一次的整个现象 跟一般的地震是不一样的 估计就有观众会说了 就凭这句话 拿督郑伯健就是DS 深层政府的代言人 不然怎么会期望台湾的神规断头呢 其实啊 类似这样的留言呢 在我们的频道留言区一直也都是有的 也有这么说阿南德的 我也觉得吧 郑伯健曾经有过类似的 亲共的倾向和言论 不过呢 在这期的预言中啊 他的画风的确是有所转向的 在视频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倡议说啊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去保护地球全人类 真的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正面的事情 他呢 就直接说到了正面这个词 那么什么是正面呢 所谓正面啊 就是一切符合天意的 顺天意而为的念头 那就是正面 中共呢 是天要灭的对象了 所以呢 我觉得 他的这种变化真的是可喜可贺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 叫做智者不入爱河 或许呢 拿督郑伯健也耳闻了一些观众朋友 对他的评论 调整了心态 毕竟呢 他自己从事预测学这么多年 对于天道的悟性啊 自然是要比普通人要高一些的 那么台湾龟山岛的龟头是不是真的断了呢 为什么拿督郑伯健会认为 因为龟山岛的龟手断裂 就说明这一次的地震跟一般的地震是不一样的呢 原来啊 宜兰外海的龟山岛呢 是台湾的著名景点 传说呢 是庇佑台湾岛的上古神龟所画 相传呢 蓝阳公主呢 是海龙王最疼爱的女儿了 因为爱慕龙王器重的龟将军就相约私奔 龙王得知以后呢 就下令追捕 公主最先登上岸 化成了蓝阳平原 龟将军呢 不幸战死了 化为了龟山岛 与心爱的公主遥遥相对 这个上古神龟呀 龟手望向太平洋 龟尾呢 则朝着台湾的方向 孤旋在宜兰东方十公里外的外海 神似大海富龟 因此得名龟山岛 而且呢 整个蓝阳平原的沿海都能看到它 是宜兰的重要地标 根据文献的记载呢 清朝光绪年间这里就有了居民 最多的时候达到了700多人 1977年的时候 台湾政府因为国防的需求 将龟山岛就改为了军事重地 从此呢 这里就再也没有人定居了 所以呢 龟山岛啊 不仅外形神似乌龟 龟手龟甲威威 一应俱全 而且还被当地人视为是活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是从台北的方向过来的话 看到的龟山岛的龟手呢 就是朝向我们的 到了宜兰呢 再回头看 龟手还是朝向我们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乌龟呢 会摆头 会转向 而且它长达一公里的历史滩 构成的尾巴呢 也会左右摆动 当地的居民说呀 夏天呢 风往这边吹的时候 尾巴就会往这边 这就是神龟白尾 更神奇的是 当台风来的时候啊 那个地方就断成了两截 叫做神龟断尾 断尾后呢 如果一周内没有蓄起来 台风就会再来 而且有居民亲自到现场去看过 结果看到的是 一周内 尾巴自己又接起来了 此外呢 龟手还会冒泡吐气 龟尾会随着季节而南北的摆动 在龟山岛的东南角龟手的地方 中年可以看见乳白色的热泉和气泡从海底涌出 形成近年来著名的景点牛奶海 船只靠近的时候就可以闻到硫磺的气味 也可以感受到海水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地质学家认为啊 根据假亚定年法 龟山岛呢 可能在二十万到两万年前就经由数次海底火山喷发而形成了 根据热银光定年鉴定发现 在过去的七千年里至少发生过四次火山活动 所以呢 龟山岛呢 是台湾现存的火火山之一 也是最年轻的火山岛 这只巨龟啊 正在根据地壳的运动而缓缓的移动着 早在2015年的4月 花莲呢 也发生了6.4级的大地震 当时啊 民众也用手机拍下了所谓的龟山岛断头的影片 有的记者听闻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赶紧来到了龟山岛进行考证 不过这次记者考证发现呢 完整的山头的确很明显的就缺了一脚 但是呢 龟手并没有断 只是受了一点伤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2024年这次地震发生后啊 台湾观光署霍锡媒体的报道说 龟山岛的龟手断裂后 就立即派员前往查看 并且请邻近的渔民协助观测 结果证实 宜兰桂山岛的归手 在花莲7.2级的地震中 并没有断裂 只是有小部分的落实 请大家放心 不过桂山岛上发生的 许多奇妙的现象 也确实让这个岛变得十分的传奇 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 民国66年 桂山岛居民整体集体前存的时候 有人就把岛上 唯一一座妈祖庙的雀尾给斩掉了 从此就怪事不断 社区理事长路过妈祖庙的时候 就有脏东西出来乱跑 还朝他丢石头丢沙子 有的军官还被海浪给卷走了 还有死亡暴毙的 有居民就解释说 这个庙的雀尾是负责 跟上天联络的管道 被切断以后 就会怪事连连 台湾的民俗专家林正义说 桂山岛其实是整个宜兰县的龙头 龟首的位置就是地理上的镇山石 从地理上来看 重要的地方镇山石掉下来 一定有出事情的时候 说巧不巧呢 2015年4月份龟首出现山石下落 5月份一位前庄华县的议员到龟山上岛井 结果心脏病就发了 新冠只是个人的身体不适 却也给龟山岛多了一份因果论的传说 甚至还和政治给扯上了 因为民宿专家林正义还说 龟如果断了就阳气断了 也就是男人暂时无法出头了 天要变了地先变 也就是国民党到了这个时期呢 就是群龙无所了 果不其然呢 2016年的总统大选呢 蓝绿营出现的就是双女对决 根据龟山岛导游的介绍 龟山岛呢 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气象预言家 准确率啊 可以高达99.99% 宜兰呢 有一句俗宴叫做 六月看山头 漫东看海口 龟山若带冒大雨就来到 只要是龟甲上面有云朵的话 宜兰呢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不过啊 今天李明带给大家的 不是龟山岛预言的本身 而是对龟山岛的龟手 出现落实的分析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一款 有机特级红茶 这款红茶呀 有两个最特别的地方 一个呢 是喝了不用担心睡不着觉 一个呢 是既可以冷泡 也可以热冲 非常的方便 老少皆宜 是送礼的佳品和首选 这款红茶呢 是泰国亲麦野生放养的 有机新鲜茶叶 有经验丰富的台湾老茶师 精心烘焙 揉碾制成的 制茶采用了无氧发酵 生成了一种 伽玛 氨基丁酸 可以安定大脑 不会影响到睡眠 而且还能缓解压力 点击描述栏的链接 输入我的主持人优惠码 SBSYN 您呢 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了 每100克呢 只需要25美元 如果按一个月100克的用量 来估算的话 一天喝上一杯这样的养生的高档茶呢 连一块钱都花不到 需要的朋友啊 就赶紧下单吧 黎明发现呢 对于龟山岛龟首的断裂呀 一些大陆网友就认为 龟山岛是台湾的守护神 一旦龟首断裂呢 就是台湾回归之时了 这种论调的目的呢 不用多说 大家都懂的了 今天呢 黎明就和大家分享一点 自己的分析研究 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哈 相传呢 宋朝时期 郑成功率军途经此地 突然遭遇一只大母龟的攻击 郑成功一怒之下呢 就拔剑将它射伤了 母龟逃到了海上 化作了龟山岛 不过呢 在风水先生的眼里啊 龟山岛这个地方呢 确实是龟蛇守海口的风水宝地 在前面的节目中呢 李明有给大家分享过 龙脉是活的 才能聚气成为风水宝地 龙脉之所以会活呢 是因为山脉之中啊 对应的高层时空中 有鼠林居住或者镇守 如果这个龟山岛 真的是上古神龟 在三维时空的显化石像 那么这个龟山岛真的就是活的 人们才会真的感觉到 太鲜活的变化 以及显灵事件的发生 从三维时空来看呢 龟山岛的确又是一个活活山 位居地壳板块运动之间 如果未来欧亚大陆板块 因为地震 以及中国大陆东海沿岸 和内陆的陆地下沉 插入了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 导致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升起 形成新的大陆 那么这只上古神龟 似乎就要脱离海水被干死了 所以是不是总得在此前回到海中才对呢 所以所谓的龟首断裂 感觉并非是人所异想的原因或者结果 另外如果上古神龟 因为爱情化为了龟山 那他的鼠林应该还是龟属龙宾的 对吧 那么要是天意要让欧亚大陆板块的 东海沿岸沉入海底 那龙宾自然就是要搬家的了 龙宾这一搬家呀 鼠林是不是就离开了 显化在三维时空的地理位置了呢 这里的灵气是不是就会 迁往其他的地方了呢 那么无论这个龟山岛上是上古神龟 还是触怒郑成功的母龟 是不是就会因此而解脱千年来的 禁锢和封印自由了呢 如果天意真的是要让台湾未来 位居生成的新的大陆上 那么我相信啊 创始者自然是会在高层时空 安排相应的神奇来守护台湾的 大家觉得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拿督郑伯介绍啊 2024年的2月4日 九火运也就是九子离火 已经启动了 也就是说呢 未来的20年将变幻莫测 讯息万别 他在称一座更多的正面的事情的时候呢 还说 我们要累积更好的福报 去消除我们的业障 这一点呢 李明是非常赞同的 因为一切天在 皆因人祸和人类的共业所致 也有人劝说台湾人呢 要赶紧的搬家 避开下一次的大地震 李明倒是觉得呢 预期颠沛流离 不如真心向善 消除业障 祈求创始主的恩赐和护佑 才能换来天灾消除 永世安宁 这里呢 李明代表我们团队 祝福台湾平安 也祝福世界平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有心赞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 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对我们而言呢 真的就是雪中送炭 能让我们底气更足的 传递宇宙的真相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心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